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里群山环绕 景色宜人 是一处田园木戈般的所在 相传远古时期有仙河贤麦穗致词 园上长出一株神奇的古穗 一核生了双穗 神河园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2004年5月 当时的西安财经学院新校区建设即将启动 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勘探队伍进入神河园 开始配合基建项目进行例行勘探 这天下班前 勘探队负责人贺建宏突然接到一个报告 地表之下有古代遗迹 这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喜 但这片区域已历经多次考古勘探 如果有古代遗迹应该早已被发现 难道会有遗漏 为慎重起见 第二天考古队即刻加派30多人奔赴现场 进行大面积勘探 中国古代贵族墓葬中 墓室周围通常设有墓道 考古界普遍认为 墓道数量的多少 代表着墓主人积极地位的高低 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属于王墓归制 归天子或王后享有 在这片被称为东方帝王谷的神秘区域里 先后有西州 秦 西汉 东汉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 那么神和园出现的亚字形高等级大墓 会是哪位帝王的陵墓呢 这随后我亲自在现场 因为在现场阻止安排 第一考古院里给汇报了 汇报了它是这样 那这可能有可能你给咱们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可能把这王陵造成了 然后就安排 那是考古院里这样先赢了 当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风 安排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带队 侯宁斌任副队长 组织当时考古所最精干的人员 前往神和园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丁岩也加入了这次令他终生难忘的考古之中 我们的张谦老师他就给我们一个介绍认识 说这可能就是西州的亡灵的所在 所以当时那一种那个心情澎湃 那种那个就是说是 哎呀这是千年等一会的那个感觉 西州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形成阶段 西州时的分封制 宗法制 景田制和礼乐制 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体制 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州前后270多年 历经13位帝王 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这些帝王陵墓却在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未被人发现 历年来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显示 陵墓大都埋葬于其所在都城附近 史料记载 周文王定都封经 周武王遣都浩经 两经和风河相望 周朝都城就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距离这次大墓的发现地点 直线距离不足二十千米 在封号椅子周围也坐过一些 叫他没有发现迹象 他一说区域 就是一说是在长宁宫附近发现的 我就说这就是我们原来造周王陵的位置 当年进行过教查 也进行过看探 但是没有发现 但是位置可能稍微偏了一点 墓葬规模形似亡灵 发现位置与都城遗址相距不远 神河园上的这片土地是否即将重现传奇 西周王陵似乎就差一个确凿的证据 虽然这一次就是在差这么几百米远的地方 钻探的时候没有碰到这地方 这一次居然钻出来了 心里很高兴 这是多少年求之不得的这个发现 所以是觉得这个周王陵这一回基本差不多了 经过勘探队前期测量 仅地下牧师面积就有八九百平方米 相当于一个千人宴会厅大小 即便经验丰富 见过大场面的张天恩 也对眼前的勘探面积感到惊喜万分 他觉得这次发现的是西周王陵的可能性极大 张天恩与丁岩等人迫不及待进入工作现场 展开仔细勘察 寻找大幕的蛛丝马迹 然而在挖开的一条基建沟草中 一个异样的发现 让兴奋中的他们突然有所警觉 注意到了 在这个西木道和东木道有些地方 能开始好像木道有大坡 一点黑卤土的这么一个现象 黑卤土是黄土高原一种主要的土壤类型 是由黄土母质和各种草木腐烂变质后 形成的腐植质层 厚度大约在八十至一百厘米之间 形成年代在西汉初期 距离西州时代至少六百年 它是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墓葬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关中的区域当中 一般而言 一个墓葬如果开口在这个黑卤土下面 那么它就是一般都是西州或者更早时代的这个墓葬 如果这个墓葬的开口打破了黑卤土 那么就是秦汉或者以后的一些墓葬 神河园大墓的开口打破黑卤土层的现象 令张天恩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 他对大墓年代第一次有了犹疑 黄土高原土质疏松 每一年大地都在发生变化 加上黑卤土层厚达将近一米 神河园大墓的开口 却只突破了黑卤土层下方少许位置 会不会只是意外 又或许墓葬是处于西州晚期的缘故 紧接着 一张神河园大墓的基本草图 让张天恩对大墓有可能是西州亡灵的猜测 再次产生了动摇 我们过去的经验 就是发掘的上周的带墓到的墓 一般都是 他从接近墓室这边一直到最头上去 就出口来的地方 他一直是一个平行的这么两条线 当时这个图片上出来 就是有点漆形 就是靠近墓室这有大 到墓口那边缩小 这个也是过去知道的 像比较晚的一阵特征 神河园大墓 以东墓道为主墓道 墓道形状 厚大笛小 近似于梯形 这是战国乃至秦汉墓葬的特点 难道大墓的年代真的不是西州时期的吗 在接下来的现场勘察中 大墓的风土情况也引起了张天恩的注意 墓地 墓道城 墓街上面这个 大概有两米厚的土 就是这个 宛于这个墓葬 前途 地的这么一阵 现象 这个里面还给出了一个 另外一个 信息 就是这个墓葬 可能还没有 这个 太多的这个 风土 神河园大墓不见封土堆 这吻合了西周时期墓葬不封不竖的特点 这个发现让张天恩心中不免又有些暗息 汉书《刘相传》记载 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皆葬于壁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中 更进一步指出 地在浩东南渡中 也就是今天的渡城村附近 神河园正是在封浩遗址的东南方向 大墓正好就在这个范围内 也就是说从地理位置来看 神河园大墓与史书记载的西周亡灵所在位置 高度吻合 加上帝王级别的墓葬形质和不封不竖的特点 神河园大墓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西周亡灵 可是 墓口位置打破黑炉土层 墓道铺面呈现梯形状态 这些现象又都指向墓葬年代偏晚的可能 神河园大墓变得越发铺朔迷离起来 找到确切的实物证据 成为考古队的首要任务 初步勘探表明 陵园整体呈长方形 南北长548米 东西宽312米 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 陵园外设罩沟内住夯土陵墙 东西南北陵墙中部各置一门并建有门阙 另有夯土阁墙将园内分为南北两区 阁墙中部亦开设一门 北区南北长410米 中间偏南的位置 就是带四个斜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 大墓墓矿东西总长约135米 南北宽约110米 其中墓市长约29.6米 宽约26.1米 深约12.3米 考古专家还在大墓四周 谈探出数座丛葬坑 如此规模的墓葬面积 考古发掘史上 或许只有陕西秦宫一号大墓 可以与之媲美 此时 神河园大墓的勘探成果 还在不断扩大 在原有丛葬坑的基础上 又探出两座 丛葬坑数量 已经累计多达13座 他们兴罗齐步一般 分布在墓道两旁 亚字形的墓葬规置 庞大的陵园面积 和为数众多的丛葬坑 眼前的这些发现 足以令人振奋 考古队员们 无不摸拳擦掌 跃跃欲试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墓葬 考古发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 资金上的巨大缺口 在等待解决资金的过程中 队员们还是一如既往地 推进着手头的工作 丝毫没有停顿 他们做了一些局部解剖 在东墓道的剖面上 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出现了 土生是平面的话 这个一层一层都是接管 就是在切了这个泡面以后 就发现有一部分是对不上的 从这个断裂这个情况一看 正前来的有塌陷 铺面上这个塌陷的区域 被命名为H3号灰坑 通常情况下 牧师产生塌陷的原因有几种 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墓葬因年代久远 棺果腐朽 墓室受地质变化 导致塌陷 还有一种情况 则是考古工作者 最不愿意看到的 那就是盗墓行为 导致墓室结构被破坏 而最终塌陷 H3号灰坑的发现 顿时让众人的心 都提了起来 在编是盗洞还不是盗洞 编这个的时候 我们在把它那个形状 勾勒出来以后 我们排除了说 这应该是一个 就是墓室塌陷下去以后 在计表形成的一个凹陷 的一个这么一个坑的一个形质 那么就排除了 它是一个盗洞的这么一个迹象 得到H3号灰坑 是自然塌陷造成的结果 队员们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 忐忑的心情尚未平复 考古队又在H3号灰坑的下方 一个更早期的地层中 发现了一个长条形的塌陷坑 面积略小于H3号灰坑 根据勘查塌陷形态 和它过于庞大的塌陷面积 考古队初步排除了它是盗洞的可能 并命名为H5号灰坑 在发掘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之前 考古队不甘于守候和等待 他们对墓葬多点进行解剖发掘 希望得到更多的线索 在对西墓道的断面进行局部刮铲时 一个重要信息出现了 在当时的考古日志中 张天恩写道 8月6日出土了一件残器钙片 或是顶钙 时代可能到战国 或是死前后的墓葬 墓主仍无法推测 墓道中出土的战国器物残片 几乎推翻了张天恩等人 关于墓葬室西周亡灵的猜测 但考古学是一项极为严谨 同时又充满未知性的学科 对于这么单独一件 而且又是发现于墓道中的器物残片 专家们不敢妄下定论 他们急需一个实物证据 再次确认 就在考古队急需进入正式发掘 尽快找到新的证据来确定大幕年代史 陕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难题 发掘工作终于步入正轨 人员迅速到位 全队上下士气大振 神河园大幕的发掘 采用大街顶的方式进行 这给考古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工作量 由于墓葬规模庞大 尽管考古队开足马力 发掘进度仍十分缓慢 开工一个多月 已经进入秋天 发掘深度还只是蜻蜓点水 停于表面 已经发现的战国器物残片 让领队张天恩心存挂念 他迫切需要寻找到另外的实物证据 对大幕年代加以准确判定 主墓式进展如此缓慢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 张天恩决定将发掘重心转向丛葬坑 神河园大幕拥有十三座丛葬坑 这些丛葬坑相较于大幕来说容易清理 而且里面或许会有一些 关于墓葬信息的重要证据 2004年10月3日 张天恩抽调一部分基础人员 由队员丁岩牵头 对编号为K8的丛葬坑展开视觉 考古队员经过将近一个月时间的铲瓜 附探 下挖至距离地表将近一米的深度时 这座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丛葬坑 才第一次露出了久违的轮廓 接下来 从坑内填土的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获得了更加珍贵的考古信息 11月16日 直接说明K8年代的证据出现了 在K8填土中发现红桃蓝纹斧残片 以及袈裟陶钢残片 从特征看为战国晚期至秦时起义物 11月21日 K8坑内底部 清理出了两只香筋银银银银转株 可能是马或龙头上的小事件 据此猜测 该坑有车马遗迹 K8号从葬坑内出土的这些器物 再次为大墓年代的推断提供了有力证据 坑底的车马事件 也将整座从葬坑指向了车马坑的方向 这更加确定了墓主人 拥有着十分显赫的身份地位 从墓口打破黑炉土层的迹象 以及明显晚于西州的墓道形状特征 再到墓道内和K8号从葬坑中出现的淘气残片 在这一系列的政务面前 神和园大墓的年代终于水落石出 它被初步鉴定为战国晚期至秦代 至此神和园墓葬为西州亡灵的猜测 已经被全盘推翻 专家们寻找西州亡灵的殷切希望 再一次落空 在K8号从葬坑顺利发掘的同时 大墓的发掘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四条墓道已经被清理出来 大墓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 人们终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神和园墓葬规模的宏大 此时已经入冬 天气越来越冷 室外发掘的工作难度逐渐增大 考古队决定 等H3号灰坑清理结束后 大墓的发掘工作将暂时告一段落 可就在H3号灰坑的底部 考古队突然发现了一个最不希望看到的迹象 就是在把那个3号坑挖到底以后 发现3号坑下面还有一个圆形的坑 那个坑好像直径不到一米吧 也就是八九十 而那个刚好在牧师正前 我们就一开始就认定这个都是个导洞 亨洞的形状十分规整 刚好处于牧师中间的正上方 张天恩等人认为 稻洞所在的土层较深 与神河园大墓下葬的年代相隔不久 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稻洞 大家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 就在这时 K8号车马坑的清理工作也传来了坏消息 在新清理的土层中 发现有被火焚烧的痕迹 对考古队而言 牧葬被盗看来已成事实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11月28日这天 一场大雪飘然降临 神河园大墓的考古发掘全面停工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冬季 西周亡灵的猜测被现实彻底推翻 神河园大墓拥有天字级别的亚兹型墓葬规制 以及如此众多的从葬坑 它的主人究竟会是谁呢 大墓被盗情况如何 墓室之中是否还有重要本物能遗留下来 一切的期待 不安 激动 紧张 都只能暂时搁置 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 2005年2月 春节过后 天气转暖 考古队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神河园上又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清理发掘车马坑 本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而K8号车马坑 由于有焚烧的痕迹 使得清理难度更大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经验丰富的领队张天恩亲自坐镇 现场指挥K8号车马坑的发掘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K8号车马坑的清理发掘 终于初见成效 2005年4月5日这天 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在众人面前 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也闻讯而来 我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一看这六匹马驾一个车 这是不是相当于千字驾六 古人在出行和礼仪活动中 所乘车辆使用马匹的数量 是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 车马在古代象征着权力 因此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 通常而言 只有帝王级别的车 才可以由六匹马来拉 正所谓天子驾六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判定到底是不是天子驾六 关键是驾六者的身份 是否为天子 这个车最后确认出来 是六匹马一辆车 然后车的这个结构 保存还是比较完整 因为尽管车的这个木结构 木质的这些结构 已经腐朽了 但是它土质形成的这些迹象还在 K8号车马坑东段的发掘 清理出安车一辆 玩马骨架六具 车体残留有油漆彩绘图案 正是所谓天子驾六的规格 在马车一记两旁 还出土了流金铜炮 银带扣 银和青铜马镖 银及青铜节约 银试骗 青铜马迪衔 等车马具三十多件 挫金银铜转珠 在地下深埋两千多年 出土时仍能够转动自如 简直巧过天功 可以想见 这曾经是一辆装饰精美的豪华马车 看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相媲美 一个小小的配件 都有金银打造而成 配葬物品的奢华 足见牧主人身份的尊贵 而且这些车马具均未使用过 是专为下葬打造的全新名气 用才考究做工精细 隐隐显示出一股皇家气派 正当考古队员对于墓葬的高规格 感到十分惊喜的时候 就在这处车马遗迹的旁边 又发现了一辆车 令人震惊的是 临近的二号车 也是由六匹马锁了 同一个车马坑 竟然出现了两辆天子驾六 再加上带有四条墓道的王墓规制 如此奢华 堪比帝王的陪葬 墓主究竟何人 他到底拥有着怎样的显赫地位 难道墓主人果真是一位天子吗 这引起了众人更加强烈的好奇心 考古专家根据陆续出图的文物 将大墓锁定在了战国晚期至秦代 如果大墓主人是秦国诸侯级别的人物 他能够享有如此高规格的藏制吗 正当考古专家为K8号车马坑的发掘成果 感到欣喜之际 此前发现打在H3核灰坑中的倒洞 却呈现出越发不利的情况 考古工作者发现 倒洞不但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大 甚至在洞壁表面也发现了火烧痕迹 这一迹象是考古队员们的心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现这一货 这一定是后来人挖的 挖的时候 他为了房 两臂的往下塌陷 他居然 他两边都给打上 这个木 就是防护架一样 H5后灰坑 被正视为盗洞后 考古队员们虽然心情沮丧 但更多的是费解 通常情况下 盗墓讲究速战速决 盗洞一般都打得比较隐蔽 而且求快求准 眼前这口盗洞却与众不同 巨大的开口 透露着一股张扬的霸气 更像是明目张胆的劫掠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盗墓团伙呢 当H5确认是一个大型盗洞的时候 我们就在心里犯击固了 我们就说这么一个非常规整的 规模很大的一个盗洞洞 我们想这可能是一个有阻值的一个行为 或者就是集团性的一个行为 这样的一个盗墓 考古永远充满着未知 对考古人而言 随葬文物很重要 墓葬本身也是重要文物 打开一座墓葬即是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墓葬所折射出来的历史信息 和墓中文物一样珍贵 因此不到最后一刻 考古队员们不会轻言放弃 就在这时 参与室内文物清理的工作人员 偶然从一件K8号车马厂中出土的银带扣上 发现刻有59年的字样 考古队员们立刻兴奋起来 活这个年代相当的人里面 有一个真要人物就是周篮王 是周篮王让情人给俘获了 这个是不是有周篮王的可能性 周千子他可以每次个目到 周篮王基岩 是东周最后一位天子 他在位期间 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弱 他所统治的区域只有三四十座城池 人口才三万多 这有限的国土还被分成东周和西周 权力分别掌握在东周宫和西周宫手上 东周气数将近 而秦国却在迅速崛起 周篮王心有不甘 于公元前256年联合诸侯讨伐秦国 结果却一败涂地 实际周本纪记载 秦昭王怒使将军揪攻西周 也就是说战败后被俘虏的周篮王不得不悉数进献了自己的土地和人口 才得以保住性命 就在这一年 两周在位时间最长 高居王位长达59年的周南亡 在悲愤和抑郁中死去 周王朝随即宣告灭亡 关于周南亡葬身何处 史料与念不详 因此相关猜测一直不断 神河园大墓会是周南亡的葬身之处吗 排除了墓主人是周南亡的可能 大墓主人只剩下和他时代接近的秦国君主 统一后的秦帝国 统治者屈指可数 秦始皇陵和秦二世墓均已有了着落 虽然仍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争议 但在新的考古时政出现之前 徐界大多都予以认可 那么神河园大墓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战国后期 秦国某位国君级别的大人物 可是作为一个诸侯国的统治者 为什么会使用天字级别的四条墓道 和两两架六之圣呢 难道说推理过程还有什么遗漏 要想做出结论 还需要等待新的证据 带有墓道的大墓 一直是商周考虑的 那墓上等级也越来越高 监狱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春秋战国礼崩越坏 诸侯纷纷渐越称王 死侯以天子之质埋葬 因此神河园大墓 以四条墓道和天子架六的规格 埋葬秦国国君 也存在着可能性 在此前被认为是大灰坑的 H5号导洞中 幸运的考古队员 发现了盗墓者留下的器物 发掘清理工作的重心 转向了H5号导洞 就在这时 一直令考古队感到棘手的H5号导洞 在开口以下五米的位置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号的导洞到下面来了以后 就到了二层台这个位置上 它是没有全部再往下挖了 它就是从中边靠近牧师的墙 直挖下去 然后一个就已经靠近国师的里边 再掏了一个洞下去 H5号导洞产生的变化 或许与下面土层更为坚硬有关 也或许是盗墓者为了加快进度 节省时间 选择在两脚继续伸挖的方式 使盗洞最终呈现出一个近似H的形状 两个月后 秋季来临 大墓的四条墓道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 争作墓葬宏伟壮观 让人感受到古代帝王 君临天下的气势 就在这时 队长张天恩在牧师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儿子还靠近果实的这个位置上 当然木头朽的痕迹开始出现 就过木锅 这地方发现有红烧土出现了 红烧土出现就是果实比烧过的痕迹 张天恩经过仔细辨认 很快就在果实实比 也发现了损头造成的凹陷和整齐的方形纹路 看来 这些朽木就是惶常提凑遗留下来的印记 除此之外 张天恩还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细节 当年精心修建的墓室 如今徒留木痕和席纹 惶常提凑荡然无存 原因或许是盗墓者一把大火烧毁了一切 就在考古队员们心灰意冷之际 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们又兴奋起来 在盗洞的拐弯处 散落着盗墓者遗留下来的灵性物品 其中一件毫不起眼的陶罐 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盗墓当中出了一个陶罐 罐上面有一个精益冲苑 这四个字的这个陶罐 在陪葬器物上注刻文字叫明文 通常会标记器主的族室 器物的名称 用途 使用地点等 对墓葬主人身份的判断 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带有金仪春厨明文讨冠的出现 是考古专家对神和园大墓的归属 提出了新的推测 我们已故的财神考古研究院的前任所长 海伟先生 他最先提出了一个秦二世所 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轮关键 他第一个从地理位置 他认为这是蒙献记载 二世藏这个杜兰玉冲苑 他认为这个木葬当中也出了一个陶罐 位置大概也在杜兰这个区当中 实际秦始皇本记记载 以前首葬二世杜南宜春院中 神和园大墓恰好就在杜城村以东偏南的位置 同时也在宜春院的范围内 与文献所记正好相符 而且神和园大墓的墓顶没有封土 韩伟先生认为 这也与秦二世的最终下场极为吻合 秦二世执政时期昏庸无能 大权旁落到奸臣赵高手上 即位第三年发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大秦政权岌岌可危 秦二世原本要向赵高问责 赵高却先下手为强派兵逼宫 逼迫秦二世自杀 秦二世死后 赵高用平民百姓的待遇 把他草草下葬 坟墓之上自然不可能有 代表身份等级地位的封土 韩伟先生因此断定 神和园大墓的主人就是秦二世 可是既然是以平民待遇下葬 墓葬规模为何又如此庞大 对此 韩伟先生认为 大墓是秦二世生前所修 当时还在地位上 自然会倾全国之力建造邻秦 就在考古队为了揭开层层迷雾 而努力寻找答案时 H5号倒洞底部的坑道内 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是我清理的 我一看手材一拨 这么一个平常坚硬的一个硬块 在这放来了 因为我知道他能在这个里面从着了 然后我就说 你们来看一下 到底啥东西 丁延平直觉认定 这绝不是一个寻常的土块 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材清理 一点一点剥掉上面的泥土 考古经验对于考古人员来说 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 丁延的直觉是正确的 层层泥土包裹下 文字信息又出现了 直觉文字是个封泥 封泥上这个是类似之印 清看的时候类似是管理 这个都城私物的这么一个观止 中国古人秉持 是死如是生的观念 希望把生前享有的一切 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 包括臣服在权威之下的服务机构 虽然印尖的物品已经被盗墓者拿走 但幸运的是 细心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块印章的风靡 据汉书表百官公卿表上卷记载 内使 周官 秦殷之 掌至京师 秦朝时期内使这个官职 沿袭于周朝 掌管京师要务 风靡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 牧主人生前居住的地点在都城 也似乎再次印证了 秦二世是大牧主人一说 而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 考古队长张天恩和队员们心存疑虑 秦二世他是葬在那个一城园 能看见区间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二世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目的根本看不见取将 这个是不可能是二世的目 张天恩觉得地理位置 与文献记载仍有一点 神和园大牧主人是否为秦二世 还缺少实误证据 仅从考古现场发掘的一件 带有金仪春橱字样的陶冠 就认定是牧主人的随葬品 也经不起推敲 在他看来 陶冠还存在着别的可能 冬季悄然来临 2005年12月 第三台阶在距离开口 大约12米处出现 大木的果实终于露头 经历了漫长枯燥的发掘工作 本应该感到惊喜的考古队员们 却在此时再一次受到了冲击 一种遗憾的情绪慢慢弥散开来 果实表面有多个稻洞 果实田土被烧成红色 显而易见果实已经遭遇盗掘 而且还经历了大火焚烧 果实内的随葬品很有可能已被盗取或是焚毁 所剩无几 考古工作就是如此 失望和希望并行 就在清理果实东南角H5号道洞 两个洞眼之间的通道时 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 盗墓者掉落的随葬品 居然多达近百届 有青铜仪 玉龟 陶器等 随后在果实底部也清理出了一些随葬器物 包括大型的碱形壶 石庆和一些小剑玉器 2006年春 神河园大墓的发掘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墓室即将打开 揭晓大墓主人身份的关键时刻终于来临 尽管考古队员们已经对墓中遗存文物不抱有希望 但当空荡荡的墓室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时 他们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棺果和陪葬物荡然无存 大火烧过的墓室底部坚硬如砖 其中夹杂着一些高温融化后的金属残渣 残渣中发现两枚未被烧化的铁钉 这就是果实内留给世人的比较完整的幸存品了 一看下面针棍烧得就和沾一样 就针棍烧成红栅那个颜色也是红栅红色的 硬度也和酒和的沾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就 这然后就在里面清 找红栅就是很少能找些红栅 历史两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 所有参与神栅园大墓发掘的工作人员 都感到心痛和失望 中国古墓时势久空 被盗的不在少数 但被盗的如此干净彻底实属罕见 盗墓之后又放火焚烧的也有过发现 但烧得如此丧心病狂的更是惊世骇俗 中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清理果实底部时 考古队员们发现填土中掩埋着一些石器 气身已经被毁 经过仔细辨认原来是石庆 这种古老的打击乐器作为祭祀礼器 原本应该成组出现在墓室内部 而考古队发现的石庆却散落在奇怪的位置 就是能看见的真要的文物就是石庆 石庆并不是石庆 它原来给你圆圆记放着 它是把石庆自己给落在一块 搭成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空间 就是做成一个造坑的这么一个形状 他们用石庆搭的这个三角形 炉灶这个里面 把靠里边的都烧成白灰 白石灰了 外边的有些和暴室的石庆的样子还在 充满了强烈的猜疑 就在考古队一筹莫展之际 室内清理工作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考古现场送回去清理的近百件文物中 从果实底部出头的一些随葬器物上 发现有重要文字 这些文字或许就是揭开牧主之谜的最后线索 这是经过清理修复的一只大型简形虎 虎身高于65厘米 部分桃片已被大火烧成红色 如此大体量的简形虎存是极为少见 专家推测 它的实际用途可能是用来储藏粮食的 令人惊喜的是 工作人员在这件虎身上发现了两处丝冠的字样 司官按照汉书的悲观工情表里面 司官说明是负责给皇后太后这样的人 进行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墓葬和女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带着重重疑问 考古专家继续对大木出土的器物进行梳理 在大木果市底部与简形虎一同出土的 还有一件重要器物 正是在这件实庆上 工作人员清理过后 发现了北宫岳府四个重要字眼 据专家考证 秦汉时期的北宫 指的是后宫的意思 北宫岳府是专属于北宫的一个分支机构 专门为居住在后宫的皇后和太后 提供歌舞音乐等娱乐性服务 考古专家综合已经掌握的种种线索 经过大量史料排查 最终一位史料上显有记载的人物 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线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副队长侯宁斌认为 神和元大墓的墓主人就是秦庄乡王嬴子楚的生母 秦始皇嬴政的亲祖母夏姬 秦庄乡王即位后 尊他的生母夏姬为夏太后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 史皇七年 庄乡王母夏太后轰 孝文王后约华阳太后 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夏太后子庄乡王葬纸阳 故夏太后独别葬渡东 史书上记载的渡东 就在今天西安市东南郊区 位置与神和元基本相符 神和元大墓的主人 会不会就是夏太后呢 文献明确记载 夏太后是以牵子葬葬于这个渡东 那么牵子葬对我们来说 考古学来说 首先它是墓葬的行制 那么这雅字行 他的身份就比较吻合了 它是一个牵子级别的 夏太后的埋葬位置 根据史料记载为 别葬渡东 神和元恰恰就在渡东 这个大范围以内 所以从渡东的各方面 我们也就是倾向于 他可能是清四皇的祖母 夏太后的墓 最后可能因为他有一个 就是渡东相似 另外文献上也记得了 渡葬与渡东 我们很清楚 十几万平方米的一个陵园里面 就埋了一个人 就陵园外边也没有同时代的人 所以叫个独葬渡东 确实是和他比较复活的 两千多年过后 当考古队员一一挖开这些 从葬坑时 无不目瞪口呆 这位夏太后 暂且不论墓葬规模 如何令人折舌 就连从葬坑数量 也是首屈一指 坑内的陪葬物品 极尽奢华 全新的考古发现 也在不断涌现 生活坑的蓝北巷 它应该是在北端这辆车 车手朝着蓝侧 这辆车我们清理到下部的时候 就在这车的旁边 我们发现了 就一堆一堆的玉 车的周围 散落了好多的迂环 环形的玉器 很多 有的也是掉下来 互相就落在一块 这个就是按照文献的设法 有千子五路这一事 古时为了彰显威仪 天子在不同场合 共有五种座驾 被称为天子五路 分别是玉路 金路 项路 隔路 木路 这其中 祭典和大婚时所坐的车 叫做玉路 在五种座驾中 最为庄重威严 这个所谓精路鱼路 就是拿铜器 拿铜片 或者铜的张式东西 张式车 它们是叫精路 然后拿玉器 被车进行张式的 叫鱼路 所以这个我们等于 挖到了一个 有可能是 这是个签字鱼路的 这么一个规格的车 张天恩认为 车舟散落的玉器 原本是装饰车辆所用 可是天子的玉路 为何会出现在 夏太后的墓中呢 对于这个细节 党士学 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玉路 是王车里边的一种 而且是王本身 自己所称作的车 那么玉路 它是不是装饰有玉呢 根据现在周理上的 那个简短的那几句话 我们看不出来 这个玉路 就是用玉来装饰车的 没有 这两个 是没有相互 之间没有关系的 无论玉路 成立与否 兴奋之余 考古队员又在 从葬坑里 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八号坑和十号坑里面 它就是有六匹马 拉着车有两辆 每一个坑都有两辆 这样的车 即便属于天子级别的 玉路陪葬有所争议 但天子驾六级别的 车马随葬 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一幕葬出现数量 如此之多的天子级别 陪葬马车 这在考古史上 实属罕见 坎称气势逼人 无论是天子驾六 还是天子玉路 都属于帝王 才能享有的代言 如此超豪华 顶级配置的陪葬品 在一个诸侯国太后的墓中 反复出现 这究竟是战国后期 日趋强大的秦国 在赤裸裸地炫耀实力 还是秦始皇嬴政 送给他祖母的亲情礼物 而这位千古一帝的祖母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夏基历史上也必成为夏太后 它最初是肖文王的评分 由我们现在研究秦始的话 最主要的两个饲料 就是秦本记和秦始皇本记 《四马前》的《四季》里面 这两篇 但在秦本记里面 实际上 《四马前》确实是 西字如今 对夏太后的记载非常少 虽然秦本记关于夏基的记载 昔末如今 但我们依然能从他身边的一些人和事 去寻找夏基曾经留下的痕迹 夏基的丈夫 秦孝文王 是秦惠文王和宣太后的孙子 由于惠文王的儿子 赵湘王在位时间长达56年 导致当时还是太子的孝文王 长期无所事事 纵情于乐 一生嫔妃成群 生有二十多个儿子 而夏基只是后宫中 毫不起眼的一个嫔妃而已 因为夏太后没有受宠 所以他的儿子 赵湘王也是被发配到赵国去做人质了 而且当时战国四季那种国际关系 时尚可能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 随时这些人质都可能死于战争 说明当时夏太后确实是没有受宠用 他的儿子也受到了前来 夏基所生之子 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义仁 在他二十几个兄弟中排位居中 并无优势可言 而且流落异乡充当人质 过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日子 最后竟奇迹般的登上了王位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改变夏基母子命运的另有高人 在吕布韦的帮助下还是壮相王当了秦国的国王 才有了秦始皇后来的所有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园上的考古发掘建入尾声 灵园建筑机制和13座从脏坑也基本清理完毕 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注意到 这些从脏坑无一幸免都遭到了严重的倒扰和损毁 甚至还四处可见火烧过的痕迹 当辛苦多时的考古队员 面对神和园大幕空空荡荡的瞩目事实 心中无不百味杂陈 盗绝之后被纵火焚烧的墓葬不是没有见过 但烧得这般彻底的还真是极为罕见 这个明显的给人感觉 就是好像是为了抽烟 就是做了个宴童 这个塔德基小 又提供了充分的可燃物 即便深埋地下最终还是复之一具 只是这把大火放得还是太蹊跷了 盗墓者究竟是谁 为何要放这把如此惨烈的大火呢 考古队长张天恩注意到 果市底部发现的那堆石庆 这极有可能是盗墓过程中 盗墓者用石庆搭了一个简易灶台 用来烧煮食物 盗墓过程旷日持久 体力消耗殆尽 盗墓贼还能从容地生火做饭 而不是用干粮过腹 如此嚣张的盗墓行为 会发生在怎样的情况下 考古队收集了石庆旁和盗洞里残存的动物骨头 请动物考古专家进行了相关鉴定 鉴定的时候就发现 又从过气上来设 并不是五头牛全部在这 实际上是有五个牛的过气的一些肢体 比如说这个是前腿那个后腿 不是一个牛的 所以就是有上面给送下来的 五个牛的这个 过气的这个牛股胃和牛肉 让他们吃 可以想见 这群盗墓者赶着盗墓的勾当 还能够在墓室里边吃边喝 他们用实情堆起灶台 升起明火 烤着提前准备好的牛肉 在中国古代 盗墓不光是法律严禁的犯罪行为 还被民所鄙视 大都躲躲闪闪 生怕被人看到 像神河源大墓这样明火执障的 显然绝非普通盗贼 那么是什么势力 出于什么目的 做了这件事呢 当然在挖的时候 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墓 倒的是非常疯狂 非常野蛮的 而且感觉的就是 它并不是 沉睡为了 捣取财物 捣取保卫 这一阵就是 有组织 有计划 有目击地进行毁幕 报复 毁幕 公开行为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 曾经反复出现 作为大秦帝国统治者的直系血亲 很多势力也都有这样做的动机 那么 毁幕究竟发生在何时 哪个势力才是幕后真凶呢 大墓发掘之初 H3号灰坑 曾经出土大量陶涌 这是锁定盗墓者所处的年代 最直接的线索 这个坑里面的料子 最早的东西 是汉代的东西 就汉代一家人物里面一聊东西 那就说 他这个 岛墓的年代 可能不会到汉代以后去 除了那个 陶永都 还是西汉早期的 就西汉早期以后 也不可能 由于盗洞是在H3号 塌陷坑下方的土层关系 说明这场有组织的盗墓行为 不可能晚于西汉早期 更不可能发生在 秦朝统治者在位期间 那么 联系到秦王朝的灭亡过程 考古专家心中 便很快有了眉目 我们能想到的 也就是项羽 如外以后 蒙献了记载 这个 是项羽 导过秦司光年 稍过秦弦公路 公元前三世纪的最后十年 注定是个风雨飘摇的多世之秋 公元前二一零年 秦始皇初寻途中病死 胡亥夺权 公元前二零九年秋 大泽乡陈胜吾广起义 拉开秦末农民战争序幕 此后天下大乱 公元前二零八年 楚怀王与各路将领约定 先入定官中者为王 公元前二零七年 转命的秦二世被逼自杀 强盛一时的秦王朝 从此摇摇欲坠 文献记载 就在秦二世死后的第二年 刘邦首先攻入关中 一举摧毁了秦王朝 但他入关后 却秋好喂饭 为了图谋天下 刘邦 冰塵之中 这个雅字星的大墓 它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它的规格一个就是墓园 它是单独的墓园 它既有城墙还有城豪 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种城豪 再加上我们知道 在它的陵园里面发现了 这个六马驾车这样的事物 这在我们陕西是第一次发现 按照史素的记得 签字才能够相遇的待遇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 我们觉得这个墓葬确实是很特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240年的那个关中雨季 或许是所有答案的一个关键点 此前20年长平之战赵军惨败 秦赵二国交恶 一年嬴政出生 作为人质的一家三后 在赵国举步维艰 两年后父亲逃回秦国 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过了六年东国西藏的日子 九岁这年他和母亲终于回到秦国 生平第一次见到祖父母 见到比自己小三岁 在秦宫里养尊处优长大的 义母弟弟成交 这是父亲回国后迎娶的第二位妻子 所生之子 知青派小学生 也许多出世 离开 也许多出世 已不及 祖父母 并哲学 丑闻 与此同时 嫡祖母华阳夫人高高在上 和她毫无血脉亲缘 只有嫡亲祖母夏太后 才是她身边最后一个温暖的怀抱 或许正是这样的逆境 才让嬴政成长为铁血的大地 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 她和祖母之间的亲情或许更加深沉 夏太后亡故两年后 步入成年的秦始皇终于亲自掌握了大权 面对朝堂上的勾心斗角 和关外忽视眈眈的东方六国 人性与温情再无片瓦之地 2008年5月 神河源大墓的考古发掘 终于画上了最后的羞耻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